那麼我們進到簡報第二頁呢 跟老師在分享兩個 這個教學現場您可以使用的 第一個 您的那個 Windows 10的系統 如果有升級到1903以後 如果是筆記型那樣應該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桌上行 可能就要看那個系統有沒有升級 也就是說呢 你的滑鼠游標 其實老師有沒有發現如果我是這樣用的話 您再看感覺起來游標是稍微比較看不到對不對 如果做比較遠的 那Windows 10以後呢 就是1903以後 其實你的游標可以變大 可以變比較大 那在哪裡 這個地方呢 您可以檢查看看喔 如果您從你的那個 Windows 10那個Logo 有沒有 按下去 進到控制台 控制台 這個控制台裡面 您會看到有一個叫做裝置 找到這個地方 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您可以找一下左手邊 進來 這個 裝置裡面 有一個滑鼠 點進來 那因為我前面這一台啊 他沒有升級到1903 所以 我沒有辦法變 但是沒關係 您看一下 在這邊喔 本來我們在這裡 右手邊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叫做其他滑鼠選項 平常 如果 我老師電腦 以前我們調整 都是同這裡調整 但是呢 如果你是1903以後版本 這裡 有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選項 你可以選擇 那這個時候呢 您就可以把你的滑鼠 游標變大 我給老師看一下 這個 我 文章裡面的那個畫面好了 因為我現在這邊沒有 我往下走往下走 你們會看到 你現在看到這個 是我們傳統設定的方法 對不對 你就直接選擇 超大字 但是再怎麼樣 不夠大 所以呢 我們往下看一下 在這邊 因為這個功能在 Mac上很早以前就有了 可是呢 在Windows 的部分 一直到Win10的190賽以後 才有 那我覺得 對老師來說 其實很方便 剛剛我們 如果您進去之後 上面有一個叫調整滑鼠 游標大小的 工程老師 你的已經升級到比較新版本 那你升級到新版本 進去之後把它打開 這裡 有沒有就一個 這個指標 你可以像這樣子把它 放大 到很大 這個地方 所以您可以稍微去看看 因為桌上景的我不知道 那個 有沒有 升級到190賽以後 如果您有的話 這個游標就可以變比較大 而且呢 下面這裡還可以換不同的顏色 這樣子您有時候在教學的時候 同學在看會相對比較清楚 好像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因為我這台沒有 所以可能我就沒有辦法 直接秀給各位看 所以我在這邊我就另外一個方式 有沒有讓我的滑鼠 外面有一個圈圈 對不對 這樣也是一種 就是看情境 在這裡 我把 給老師再看一下 你看 這樣子 我的滑鼠 雖然現在沒有那個功能 是不是也可以變比較大隻一點 這樣也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 這個部分呢 是老師您可以 參考一下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上課的時候大家 現在都 比較不好意思 舉手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簡報第2頁 介紹一個 隨機抽人 那您看到這裡 我在下面這邊 我已經先跟主任要了我們的報名的 老師名單 所以呢 您點下去 這裡就看到了 有沒有 就會打開這一個 那一進來呢 下面這裡有一個接受 Cookie的我就先把他接受一下 這樣 你就不會覺得有點擋住 第二個 左上角有個廣告 你可以關掉 好 那我們馬上按一下就知道了 有沒有整個精神都來了 馬上拍走了 有沒有 黃主任 這樣有感覺 當然如果你不要那麼刺激的 比如說下午 剛剛第1節課 不要那麼刺激 音樂可以改 然後呢 也可以直接把點到的人叫出來 名字叫出來 這樣會不會比較有感覺一點 我們可以看一下 上面這裡 你看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 定制 就是客製化的意思 按下去 好 你看看 剛剛的音樂 比較緊張 今天 聖誕音樂就好 呵呵呵呵 然後呢你要轉幾秒 你可以自己決定 再來 要不要允許重複 比如說這個同學有抽過的 那已經 今天已經不會再被抽到了 好轉的速度也可以調整 好 再來就是我們 抽到人之後 剛剛是掌聲講起嘛 直接把人唸出來 這樣同學馬上就會起意了 我們馬上試看看 來確認一下 你看 有沒有感覺這樣氣氛 烏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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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我偶爾 會用一下 好我們看到 這樣有沒有感覺比較 就是說 你可以做一些變化 當然它不是只能用在抽的 比如說老師要做分組 是不是也可以用這樣子 第一組第二組 那它也可以搭配 圖片喔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用的是不是都是用老師的名字 對不對 那今天如果說老師你想要 比如說英文的部分 我想要給他一個情境 那我把那個情境變成一個選架 也是可以的 你看到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添加圖片 我就可以從這邊把我們圖片 把它叫進來 那可能就要看我們這裡面 有哪些內容 哇果然沒有 所以要自己找一下 沒關係 來我馬上找一個 這裡 對 對 對